亲爱的观众 你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苏尔达书为您带来的刀毯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PGL布加勒斯特Major 2018年的比赛 那么首轮比赛 首轮比赛由力克也的对战老肥扬 这个是小 也不是小组赛 是瑞士伦 瑞士伦的这个比赛部分 那么所有的比赛都是由BOE组成 如果大家对瑞士伦 瑞士伦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么待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会再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去给大家去介绍 前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出视频 也是因为身体一直包养 没有康复 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没好彻底 那么多少还会有一些气喘咳嗽的一个症状 尽量克制 我尽量克制 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 液体对战老肥扬的比赛 这场比赛班人方面 老肥扬掉的是小精灵光法和TB 其实打液体这个队伍最让人难受的 就是在搬选方面 你很难去搬掉一些版本热门的英雄 你只能是针对他的强势点去搬 这个也是这支队伍比较可怕的一点 就是他往往可以把一些非版本热门英雄 用成一个队伍热门英雄 而且是那种可以影响左右比赛的胜负手的这种英雄 很多像是老肥扬目前被迫搬掉前三手的一个英雄 就都属于是这样的点 当然这个三个英雄里面 除了TB以外 另外两个英雄都属于是这种非版本的热门英雄 虽然部分队伍对这些英雄也拥有一个不错的使用和成绩 但是都没法跟这个 在液体手里边去相提并论 这个也跟整支队伍的一个套路体系有关 那么液体章比赛搬掉的是小小夜魔和大牛 这个搬人一看就是针对的三四号位 老肥扬也是经过了一个人员的调整 那么在这里简单的去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老肥扬的三号位 在这个小竹董走了以后呢 是换成了Ohio 大家这个选手 大家也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个选手 然后老肥扬的四号位 目前我记忆中好像是交给这个 还是阿福去打吧 我记得 是阿福还是瑶 好像还是阿福去打 然后瑶呢是 又是火线复出 来到老肥扬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有个观众问这场比赛 这届比赛都有哪几支中国队 中国队这次是有VG VGJ 牛币和老肥扬 我记得好像是这四支吧 我记得好像没有老干爹这个比赛 这届比赛中国直接受邀的队伍是有三支队伍是直接受邀的 包括老肥扬 牛币和VG 三支队伍是直接受邀 然后通过预选赛打出来的是这个VGJ 也就是我常说的VG勾 那么在四五手的BP方面 老肥扬在四五手扳掉的是猴子和沙王 前两手是电棍巫衣 Liquid扳掉的是四五手扳掉的是大屁股和龙旗 然后前两手老陈加土猫 第三手又拿出了一个飞机 飞机这个英雄在最近液体的队伍当中也是经常拿出来 而且热很热门 另外就是说一下关于7.10的这个版本更新 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还在等着我这个更新视频 我这给大家说一下 我估计可能不做了 我估计可能是不做了 因为一个是更新完了以后 我确实第一时间是身体原因做不出来 第二个是因为这个马上要开始比赛 而且三月份的比赛非常非常的可怕 我在这里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三月份整个的一个比赛赛程 首先是目前正在进行的 这个布加勒斯特的major PGL的一个major 那么他的比赛的赛程时间是4号到11号 然后呢是3月13号到18号是有一个WESG2017 但是那个WSG没有分 但是他第一个是参赛队伍特别的多 但是强队不多 强队不多 但是他的奖金很高 150万美金 但是那个比赛 他跟这个GESC印度尼西亚的那个GESC的比赛呢 是冲突了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多 再加上目前这个威慑 他的一个冰花更新的频率变成了这个每周和每两周这种小型更新 所以我估计我根本来不及做这个7.10的更新 可能就要更新到7.11了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7.10的那个版本更新就不给大家做了 最主要的几个更新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是花仙子 妖蛾的这个英雄加入到了队长模式 然后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改动呢 是鞋 鞋的价格是从400变成了500 然后他的这个基础移速提高了5点 那么跟随着的其他的大部分的鞋的基础移速也都提高了5点 这个就是关于7.10最主要的几个更新 然后其他的更新大部分是围绕着一些细节数据上的更新 没有重做特别多的这种英雄 所以整体的一个比赛节奏可能跟以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对于酱油的出门庄而言 可能这个难度会稍微大一点 就选择上面尤其是4号位 因为现在这个鞋的价格增加 而吃树 现在往往需要去多买一点 就是之前的版本可以让4号位去承担一个给自己的中单位去养一棵吃树的任务 这样4号位还可以比较舒服的去买出自己的鞋 但现在不太行了 现在如果4号位去买一双鞋再买一个吃树 那他剩下的钱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所以对于4号位的这个出门庄以及5号位这个方面会有一些影响 利贵的在第三手拿了飞机以后第四手拿了一个帕克 那么老肥羊拿出的是全能和神牛 仍然是选择拿了全能加电棍的这个组合 由于这个是这一届比赛的第一场 所以在开始之前咱们还是尽可能的去多花一点点时间 多花一点点时间去给大家把这些必要的一些东西给大家说完 另外就是由于这样比赛有液体的存在 而且是一个中卫对抗 观众数量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 所以我尽可能把所有需要去说的东西都集中在这一场 哪个钢杯兽 这个英雄是有些热的没见 感谢观众赠送的口语 那这个是难吧 难点点 匆匆的口语 鞋的移速是从40 对对对 鞋的移速是从40提高到50 那我记错了 那我就记成45提升 鞋的移速之前是40吗 还是45 我记不清了 我最近这段时间 我这样可以看 忘了是40还是45了 有点迷糊 现在 游戏性更新 最主要的这个鞋 是40 是40到45 然后其他的鞋就是 相位和动力鞋 现在是从45提到50 这个就是升级以后是增加了5点 最初是增加10点 这个抱歉 这个工作不细致了 其实现在有了这个游戏性更新的这个界面以后 现在大家看这个更新要比以前方便的多 就大家不用再去外面去找这个网页再去看了 在游戏里面可以比较方便的去看到所有的一个游戏更新的一个内容 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 最主要的就是鞋的一个改动 然后还有一个改动 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关注的 就是Tinker被削弱挺多的 他的这个神杖升级的激光折射范围 从650减到400 我估计未来一段时间 Tinker这个英雄登场率可能会比较低 Liquid在最后一手选择 是给Miracle拿到了一手影魔 而且是让马桶去打这个直升机 然后老肥羊这边是莫奈的一个钢杯兽 然后阿福打神牛 Ohio的三号位全能摇地的巫衣和包子的一个电棍 那么这样的话 分位就还是摇地去打5 4号位让阿福去打 其他的位置呢 基本还是原先的位置没有变 然后非常这边是包子又回来了 包子回来了的话 那么现在这支队伍里边 资格比较老的应该也就是摇地和包子这两个人 而摇地好像他的性格啊 从这个所有的比赛 包括他在辗转的这个各种各个队伍 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过说摇地 他跟这个队伍产生太大的分歧 还是比较积极的去做改变的这么一个选手来看的话 他应该不是那种性格很强势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老肥羊这支队伍的一个队内的情绪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 这样比赛能看得出来多少是有点丢包啊 这样我去开一样加速器 开一样加速器 如果有必要的话 咱们把这个游戏重启一下 我重启游戏的时间 应该我会放在这个神符快要刷新的时候 避免丢掉一些 他说右上角是啥 右上角是国外两个平台的 国外的平台的打赏的那个记录 从双方的这个分位来看的话 不像是要抢服 另外这个版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更新 跟大家说一下 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改动 就是在这个神符 现在是不再给予经验奖励了 就是赏金神符现在是永远不给了 还是过来抢服了 这三个人来抢服确实比较凶 钢杯兽加上两个控制前期 如果来抢服的话 这个还真是有点抢不过 下路的抢服 老肥羊这波有点厉害 老肥羊这场比赛一上来是一个三服开局 而且下路这个神符也是因为 抢服的是一个帕克 这要换成一个别的英雄的话 没错 还是背着这个老肥羊 有可能打出一个四服开局了 出使后每分钟增加7的经验加成 你不是你没你没阅读明白 赏金神符不再给予经验奖励 原为起始时0点经验 每分钟增加7点 是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完全不给了 你阅读的时候阅读理解一定要做好 这场比赛看似果然还是有点丢包的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牛 如果暂时没有什么地方能搞事情的话 我总觉得他被老陈发现了 他被老陈发现的话 那就应该没有机会了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我去把游戏重开一下 加速器那边已经打开了 但是游戏需要重启 尽快啊 尽快 这个神符现在完全不给经验了以后 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酱油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挂线 像以前那种就是完全依靠神符去升级 每分钟就是固定的 我努力去控制两个神符 然后用这两个神符带来的一个等级收益 让自己在10到11分钟左右 配合一本经验书 直接升到6级 就不存在了 当然现在经验书的经验也是提升了很多 目前补刀方面呢 全场第一是莫奈的这个钢尾兽 话说有没有我喜欢的那个OB 没有 土猫这个地方 土猫要死了 要交一血了 这个地方还差一下 一个平A直接点死 这样啊 姚帝拿到一血 影魔这里两个压打上来以后 Miracle目前空蓝了已经 包子在争录 这一波对于Miracle的一个压制 其实两边处理的都非常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 现在的一个血量都是下来不少 但是这一波之所以影魔没有占到便宜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关键的原因就是 现在影魔的这个毁灭阴影的一个连击伤害 这个连击伤害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就说这个连击伤害是一定要改的 因为他一级连击伤害直接给80 这个太过分了 所以现在这个版本终于是改了 连击伤害是变成了一个50 60 70 80 也是随着等级去变 这样的话等于就是适当的削弱 他前期的一个伤害 不让影魔就在这个中路初期站的那么稳 要不然的话影魔这个英雄 现在初期有点不讲道理 他这个连击伤害过高了 补刀方面目前影魔15-6 补刀还是相当稳健 但是反过来说老飞昂的这个三号位和一号位两个点都是发育的相当不错 飞机这波感觉很危险 土猫一脚车踢两个死了 马桶这波肯定是凉了 土猫换掉一个 NICE 土猫这波换掉一个 但是自己肯定还是要死 哎这没炸死啊 而且被老 这被老陈过来以后反杀了 这诅咒伤害不够吗 这刚才吃了多少魔棒啊 这一口是 吃素 这波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了 他在满血 他在满血的情况下 吃了一个诅咒 被打了那么多血下 居然没有诅咒死 那么力怪的这波反过来支援 是打成了一波零换三在上路 哎呦 这个结果让老飞翔在这个上路 可是有点崩啊 这一波 这波真的是有点崩啊 这感觉刚才是吃了一个满的魔棒 17个魔棒吧 我估计得 我刚才没有来得及去切到这个飞机身上 看他魔棒的数量 但我觉得至少应该是15个 最少得15个左右 要不然应该是救不下来才对 这里洗猪脸 这边洗猪脸很凶 给上一个诅咒 土猫滚过来 一脚石头提约 接着洗猪脸 莫奈 莫奈这边再吃一个漂亮 拼死了 尔底是先杀到了飞机 拿到了这一波的经验和金钱 摇地又是拿了一个人头 这里老陈运气不错 空到一个萨特 那一个萨特可以给自己的队友回一回写 看看下路的兑现情况 我还有目前在补刀方面是全掌敌 28-8 那么在补刀方面确实他压制这个帕克还是比较轻松的 前期买一个圆盾加上一个魂剑以后呢 全能骑士在这个一条线上去对帕克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不过你这个三级的脱下光猴是什么鬼 想依靠脱下光猴去追着帕克的点好像有点难吧 中路的补刀方面由于攻击力的差距现在已经是被这个影魔给领先的比较多 而且我挺奇怪的一点就是在土猫和老陈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上路的情况下 为什么中路的这个补刀会被压制这么多 电关这个英雄在前期在这个影魔的影压被削弱之前 前期劣势不应该这么大呀 理论上来说 洗猪脸 一脚拍直接带走 这样莫奈的这个钢杯兽又是再一次被击杀 不得不说 利快的这些人在输出这个钢杯兽的时候还是很值很注意细节 这里又是一个影压 又是一个影压 又是两个影压权重 包子的这个中路已经炸了 一个电棍去单队影魔被影魔打成这样的话就已经是炸了 看一下这个阿佛躲开了土猫的这脚这个滚 但是石头还是踢在脸 我的天哪 这个输出这一个大波过来又是直接带走 KKY的这个老陈 我怎么觉得KKY的老陈也是要成为以后在比赛当中飞班旗选的一个点了呀 飞机有点直接甩大 这里一个乒乓球甩上来弹了 一直在弹这个召唤生物啊 这什么脸啊 一直在弹召唤生物 只撞到了第一下 这里中路有包子又差一点被Miracle的这个影魔给单杀 那么现在在对线方面 只有下路的这个全能骑士算是过的日子不错 电棍现在已经是完全没法在中路站向了 补刀方面影魔在中路现在已经是钻着24个反补 影魔的反补数量现在已经是超过了电棍的这个正补数量 我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影魔这么好杀的一个英雄 为什么没有人来游啊 这个巫医跟神牛两个人按道理说的话去游这个影魔应该是不难的 或者说退一步说就是没有人 哎哎哎这个有机会 这波有机会给一片 哎要单杀了 这波要单杀了 nice 老肖这边终于开张了 下路是利用自己高等级的退化光环加上满级的洗礼呢 终于是对帕克完成了一波击杀 这样的话人头是来到一个7比3 看下经济情况吧 现在经济方面全能骑士全场第一有4000块钱 他补刀非常高 跟影魔的补刀差不多 然后他的这个下路有一波单杀 等级方面现在全能骑士也是碾压全场9级一个人独战凹头 但是问题在于自己其他队友的这个等级现在有点惨 这里飞机应该是要甩大了 哦这个鬼没有中 那就没机会了 那就没有机会了 飞机现在的这个高手火炮这个版本也是增加了 他这个动画效果 让看起来会更加明显一些 老飞翔从来不保重包子抗压点这个我倒是知道 但问题是包子抗压点的时候包的那些英雄往往是一些抗压的英雄啊 像龙骑士啊 dp啊这些英雄本身他就是一个肉盒 他可以去抗压 电棍这个货你让他抗压 倒不是说他不能抗 抗完了没用啊这英雄 他抗完了不厉害啊 中路对电棍这波是被队影摸过来 一个影压 这Miracle还特别人要反打 我的天哪 这Miracle居然是找到了一个反打的机会 单杀掉了电棍以后 反身影压加平A加摇大 又是杀掉了对方的神牛 直到最后一个死了以后 还用大招再去 帮助队友击杀掉了这个摇D的一个巫医 马桶这波过来以后是被全能骑士一棒子直接抽死 这波还行 这波上楼杀一波马桶还可以 而且全能骑士目前全掌第一 这样比赛打到10分钟 现在双方的经济差已经拉开到2000加 人头数11比5 看一下这波打一下这个Miracle 哎 两个影压被躲开了 Miracle现在手里面还有一个Z炮 直接平AA死 飞机过来洗一波澡 摇D回身给了一个诅咒 但是被影魔两巴掌 加上飞机的一个导弹拍脸直接带走 这波Miracle到现在为止又是 又是一波收割 一个F的板没有板中 这个F板要板中的话 这应该是杀了 所以飞机交大阿福也是被了一个 哎呦 这个 这个团战的时候的这个协调性 真的差的太远了 非常不嫌 现在我还有虽然说是起方经济第一 但是他的装备 选择走的第一件是一个风胀 风胀第一件的话 哎 这 我刚说他的经济第一 上来就速度速送一波 这么打的话 这波塔推完了以后 影魔要反超到全场第一了 这里土猫滚过来 帕哥了一个大招 盯住两个飞过来 影魔直接收掉 两个完成三杀 哎 这不是要被暴走了吗 还好 还好最后这个 包子是被土猫的大招给烫死的 这个要是我估计 要被冥过杀了 这帮人疯了一样 也要过来把这个莫奈给杀了 我感觉 这要是被冥过杀了 拿到一个疯狂杀戮的话 真的有可能利亏的这帮人 要丧心命狂的过来杀一波包子的这个 杀一波莫奈的钢盃 拿一波暴走 还好是土猫杀的 这波打完了以后 影魔的经济已经是反超到了全掌第一 那么电棍的经济目前是全掌倒数第三 倒数第三 这飞机上来看到一个阿福 一个导弹 一个大招 一波洗脸 过来完成单杀吗 感觉自己好像是要被流反杀的样子 帕哥一个法球 还好帕哥这边技能给的比较及时 但是帕哥自己要被留住了 这波感觉是走不掉了 大招和这个法球都还有一点时间 影魔一个人站在高地上面 但是这儿有一个眼 这儿有一个眼 这块是一个老飞羊的眼 看到了Miracle的影魔 也开始要追Miracle的影魔吧 回身一个影压 X1压出去以后 飞机在这个下路一塔这个地方 在推塔接应 土猫也是一直站在身后找机会 那么影魔现在是六千三的经纪 第二名Ohio的全能骑士 六千一 说实话 要不是Ohio的这个全能骑士 在这儿当这个经纪 在这儿当遮羞布 我真觉得是一个职业队 有打业鱼队过的感觉 职业队打业鱼队 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经济 基本上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这波有机会杀影魔 有机会杀影魔 有机会杀影魔 影魔这个地方感觉是走不掉了 无疑差大 影魔这里 树林 姚大 一口奶直接奶死 Miracle的杀人麻被终结 668块钱 又是姚帝拿到了人头 这一波终于找到机会制裁了一下 Crokeel成熟里边现在是草鞋 加上一个大勋章 那么现在经济方面又是全能骑士 来到全场 又不是了 这经济快真的 这个职业队打业余队 差不多是这种经济 看看这里电棍又是再一次被击杀 Crokeel一个大波直接推过来 这场比赛现在打到13分40秒20比8的一个人头 是否就Liquid已经领先了5000加的经济 而且这5000加的经济是建立在老飞昂这边一个全能骑士全场 几方经济第一的一个情况下 莫奈的钢背目前只有4100块钱 手里只有一个星空盾1390点血 根本就站不住 有没有这波狗屎院又空到一发双倍 老飞昂应该是刚才一个扫描扫到了应该是要开悟过来 但是你这个开悟过来开肉山团 全能骑士不在呀 这你全能骑士第一时间不在 你这直接朝对方动手吗 一个石头拉过来4个 土猫一个大 帕哥上来一套技能 这空血了这帮人 电棍这里给上一个F以后 老陈直接交上一个大招出来 把自己的队友的血加满 老陈这里 土猫这里接着扔石头 蓄自己大招的一个伤害 这些是这里没有石头了 他已经没有石头了 现在这里肉山还差一丝的血 帕哥大招 看看肉山盾 莫奈拿到nice 影魔这波要被杀 影魔这波要被杀 肉山跟肉山盾全是老飞昂的 完美肉山团 这波是一个完美肉山团 而且这个时候 刚背还可以再继续追 可以继续追 土猫一脚石头断一下 再拉一个沉没 老陈给上一个神声圈话 救回去以后 帕哥这里一个法球飘走 把包子打成一个残血 完美肉山团 这波 老陈这里一个板 留住 留住以后 这里再给上一套技能 Crokey也被带走 nice 这一波老飞昂反扑的漂亮 这波团战老飞昂居然是打赢了 而且是在神妞没有大招的情况下打赢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液体的经济优势就只有三千块钱了 打赢了 打赢了 这场比赛突然间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车路 车路这里帕克被对方弄走 走不掉了 这个走不掉了 开个打招定一下 下一个F的CD还没有撞好 被对方直接定住 那么一条技能带走 这里土猫准备要单杀游地了 看这个架势是 一棒子 一脚石头踢过来 再给一棒子 拉回一个沉默 再给一棒子 再滚一下 再给一棒子 再给一棒子 这里加一口鞋翻杀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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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个液体这么送给你的话 就有意思了 接着这么送就有意思了 影魔下降装备直接被打引刀了 这波飞机在下路呢 是请一波线 现在再看看老飞翔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吧 因为这段时间打完了以后 神牛跳刀快出了 而且莫奈的这个钢杯兽 也是利用这一段时间 把自己的经济补上来的不少 手里边揣了一个盾 他的经济现在已经是粉超了帕克 电棍的经济呢 也是终于脱离了酱油的区域 土猫这个时候已经有跳刀了 看看这个是土猫的跳刀第一波 应该是要手 这个时候土猫有跳一刀石头 帕克这个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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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位置要注意一下 这时候钢杯兽有点略硬 钢杯兽有点略硬 顶不住 帕克一个大招定住以后 开始给导弹 攻击目标是对方的全能骑士 这里飞机交大 砸脸 但是不敢往上追 不敢往上追 全能其实得非常稳健的 在最后一刻给自己加了一个膜棉 把这个导弹给撞掉 那么中路一塔这波呢 应该是要手 但影魔蓝不多 影魔这里提前是切好智力腿 给上两个影压以后 老肥羊现在是五人抱团 准备四个人抱团 电棍都没有走了 不推了 不推了电棍走了 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液体做的不太好的一点 就是进攻是也铺的不好 局面打成现在这样 他们没有任何一颗眼在核对岸 这也是土猫这里想控服 但是服已经是被这个电棍都给吃掉了 那么这样呢 中路一塔又是没有人守的一个状态 给了 神牛拿到了自己的跳刀 中路刚被兽自己一个人在这浪 你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真眼 有一个假眼在这种位置的话 就知道对方这个中路只有刚被一个人 那肯定会找这个跟他动手 但是由于没有进攻眼 Mine Control的这个三号为帕克 这里上来打一套技能 飘到树林那边 被对方看到 一辆TP亮起来 赶紧开溜 其他的几个人一波开悟 是绕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里神牛一个跳板 板住老陈 有没有机会 影魔应该是找机会在摇大吧 在找机会摇大 但是似乎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摇大的机会 土猫这里一脚石头 这里滚被挡住 GH这波也要死 一狂打一只 哪也死啊 哪也死啊 这场比赛老飞翔照这个节奏打 这个话翻盘了 这里一个板板住 神牛交大留住 一套技能 帕克一个大沉默给上 但是Miracle这个位置 感觉还是很危险 走不掉 被对方无数的减速留住 这里开一个引刀 这没有反引 可惜了 这波可惜了 这波有反引的话 这波可以把这个影魔杀掉 这个局面整个就翻过来了 这波影魔如果是被钢备杀的话 这钢备的精力应该是可以反超影魔了 这场比赛由于现在影魔选择出要出大引刀 所以他目前的这个装备空白期比较长 而飞翔这几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这一脚石头踢三个 飞机交大沉默给上 直接秒掉了摇地 秒掉然后看一下影魔摇大 但是技能给的不是很理想 这里开一个圣坛 两个影压 但是影压的位置也不太好 诶 这个钢备兽好像是没有中全能大 钢备兽没有中全能大 这里影魔一个影压 两个平A带走电棍 这个时候一口奶 直接奶死电棍 奶死影魔 这一个滚加TP KKY 这个时候肯定是死了 KKY肯定死了 这波老陈没有来得及 把任何一个人给传送回去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老飞昂经济实践反超 三换三 但是对方死的是两个大哥 加上一个老陈 而老飞昂死的是电棍 加上神牛 虽然电棍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大哥的样子 这样的话老飞昂 这个第一场比赛 现在已经是开始有优势了 因为现在经济方面领先的比较多 全能骑士 这个经济已经有一万多 装备方面 现在有笛子 准备去出一个兵甲 这段时间是老飞昂的强势期 确实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钢备兽这个英雄最强势的时候 就是他的这个先锋挑战 刚刚出来的这段时间 这个是最最强势的时候 没有之一 再往后出什么装备都没有 他这个先锋挑战 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强势期这么强 再加上这场比赛 有乌依加上全能骑士 两个奶妈 马桶的飞机的经济呢 现在是一直跟不上 而且他出了一个封点 他出了一个封点 导致自己现在的这个经济 确实在正面团战的时候 感觉稍弱 老飞昂继续靠强势期去推塔 那么液体现在开始进行他们最擅长的一件工作 就是带线 烈士局去带线 由于这个推塔 老飞昂这个阵容里面 并没有非常非常快速的推塔的英雄 能够算得上快速推塔的英雄 其中也就只有出一仗的这个电棍 但是电棍没有机会去处理吧 因为他要赶紧先去做BKB 这里一个板 并没有板到人 上路二塔高破以后 代价是自己的中路二塔被打掉了三分之一的血 那么下路是被打掉了四分之三左右的一个血量 这些土猫跟老陈两个人居然是有空过来打一打远古 老陈的装备选择是在出完这个阎文章以后 准备跟这个梅肯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他这个梅肯出完了 他第一件装备没必要去做这个大寻找 有一个小寻找过渡一下 先做梅肯 对于局面来说帮助会更大 这个也是最近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经常见到 因为对于酱油来说 你前期的这个发育比较顺畅 节奏比较好 酱油就容易浪 他会认为这场比赛我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是这样 然后刷着刷着就感觉不对劲了 现在所有的经济的侧重点呢 又是都到了这个 Liquid这一侧 都到了这个影魔身上 Liquid这边 有魔这里继续上路去带线 下路这个塔呢没有塔防 双方现在都没有塔防 有魔这个拆塔速度倒是不慢 上路二塔高破以后中路的二塔呢是这个帕克在带 这波团Liquid似乎是有想接的这个想法 找了个机会尝试了一下 但是机会不太好 老方这段时间就是利用自己场面上正面团战的优势不断的再去进行一个推塔 提升团队进 提升团队的这个装备的一个过程 刚没手已经是拿到了自己的灰药 下一段直接奔着龙心去除 全能的 冰甲还差一点 但是这个全能其实似乎是要被对方给针对一手的呀 伤害不够呀 伤害不够呀 这要被对方全能骑士1位2来这波感觉 队友追完过来以后呢是反杀掉了土猫 这两个人对于自己这个伤害心里好像 计算的不是特别准确 对方全能身上是有一个笛子的 即便就是没有这个笛子1800血 也不是一个帕克加上一个土猫 在这种时候能打的死的 何况对方这个全能身上还有一把风杖 这个风杖如果对方这个全能骑士被打的没招了 他可以把自己吹起来解沉没 如果有不需要的话还可以用这个风杖去留人 这帕克开始带线 下路影魔带上路帕克带 中路目前的兵线呢是推的比较深 这些事得过来修一下 Miracle的这个影魔现在经济是跟对方的双大哥差不太多 暂时领先几百块钱 飞机的BKB出了 飞机的BKB出了 疯脸单刀BKB 下一条装备做蝴蝶 讲道理的说这个时候 液体选择去带线其实还是稍微晚了一点点 如果他们这场比赛早个三四分钟 开始选择去带线 不要去硬钢那个团战 就不要盲目自信 不要在这个钢杯兽最强势的时间去盲目自信 那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这里阿福应该是意识到对方有这样的位置的一个眼了 因为刚才帕克这个逃生的一个时间啊 找的太好了 姚帝这里第一个针眼没有插到 第二个针眼呢 为什么不舍得在这种地方插个眼呢 看一下影魔这里开着一个大引刀 过来以后应该有机会去破误 应该是有机会去破误 这时候肯定知道对方是在这个钢杯兽后面去蹲着他 我们这里土猫给对方 诶 这个位置土猫被看到啊 第一时间被秒 第一时间被秒 土猫这里临死之间还踢出来一脚石头 但是钢杯兽被秒了呀 这个大引刀第一波直接秒掉钢杯 全能骑士没来得去救 这个双大哥BKB第一波又是要马上拍死一个全能骑士 神牛交大 但是后排没有人给输出 这神牛很尴尬 阿福这波大招给的时间相当的好 但是有点尴尬 这波买活是土猫钢杯两个人买活 这土猫买活过来以后直接滚走 好 钢杯兽又是一个买活死 Miracle疯狂杀戮 Liquid这波团战 什么叫教科书级别的团战啊 5500的一个团战书出影魔这波 打完了以后现在钢杯可以买活 老飞养5人6人团灭 6人团灭 只换掉了对方的一个土猫 土猫还买活了 大好局势一波崩盘 没有料到对方的这个BKB 而且钢杯兽我没看明白的 我特别没看明白一点 为什么钢杯会自己选择从这走 而队友是从这关走的 等他们打了GG以后 我给大家复牌一下刚才这波团战啊 一波团战直接两路高低高破 然后Liquid这边 有雾没有 有雾没有 按照他们的风格 应该会选择撤到大概这样的一个位置 开一波雾然后再打一波 按照Liquid的这个节奏一般是这样 这个老陈身上是有雾的 而且自己的队员的这个状态 保持的都不错 这老陈选的把Milk给传回家了 Milk回家以后 夏元装备也是在出蝴蝶 而且差的钱不多了 最贵的这个鹰角弓和短棍都已经买了 还差一个闪蝴护符 这个肉身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双方的经济差是瞬间从这个老肥羊领先变成了被液体一波反超到了1万4 其实刚才这波团战 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 而是在于老肥羊的这个开团的时机和位置的问题 就刚才这个位置 你既然已经决定四个人蹲了 那么至少你蹲的这个人跟你走的这个人要一起 结果刚备受一个人往这走 其他的队友是从这过来的 影魔这波是抽到了蝴蝶 这个肉身看到肉身没多少血了 飞机交一个大 神牛这里给了一个板 框一下影魔这块准备开BKB上去了 他在等自己大引刀的这个CD 开大引刀往里看一眼 看见肉身还有一点血 这土毛一小时要踢过来踢过三个人 再拉个沉没30全中 影魔影魔的位置 影魔过来先开始强行去拍 这个影魔摇一个大招 肉身是被帕克拿到 而且肉身也是力怪的杀的 我还有这里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那么这样直接打出了GG 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确实是有点脏 注意看就是这个位置 注意看这波开团 注意看这波开团 这个刚被兽是自己在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剩下的四个队友是在往这个位置走 从他们他们的视野来看 我们现在地图上和画面上给大家放的是 这个老飞羊的这个视野 然后这个时候走到这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了这个土猫 看到这个土猫 有阿福直接往里给了一个板 然后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进来打这个土猫 而这个偶花优的站位是在这儿 姚帝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注意看这个刚被兽 已经退出来了 时间到了自动退出来了 刚才那个位置就是刚被兽在打完那一下以后 他就接着往上走了 他在往上走的时候 直接被这个影魔一个大引刀破了被动以后 就把自己直接给秒杀了 就是这一波团 那直接把自己给送没了 可以说这种比赛输掉比赛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还是在于老飞羊自己在这个团战的处理上 还有对于局面优势局面 应该怎么去开悟 四个人开悟蹲着一个人 这个蹲人方面的工作做的还是有问题 理论上来说应该怎么蹲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的全能骑士应该是跟在一个 能够第一时间给这个 刚被兽加上磨免的位置 起码不要让刚被被秒 只要刚被不被秒 对方就冲不进来 所以说这场比赛感觉还是自己处理的问题比较大 老飞羊这边 倒不是没有机会 其实这场比赛机会是有的 但是没有把握住 好了那么这样了 双方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这个第一场比赛结束 那就要做到这 下一场比赛对战双方是秘密对战COL的比赛 我是早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